男子拿大小王扑克牌 扬言要炸麻将馆违法吗 这也太离谱了 这是个真事 之前啊 湖北实验一个们儿 突然报警 我人身受到威胁了 你们快来 如果晚了 我就用随身携带的炸弹 将麻将馆给炸了 警察一听这 炸弹 你别冲动 我们马上就到 于是就赶紧出去 没会儿呢 警察就到了现场 把蛮神酒气的暴警人张三给控制了 我们来了 炸弹在哪呢 炸弹呢 在这里甭炸 警察直接给蒙了 这个人不会是脑袋有问题吧 原来啊 张三之前啊 酒后到这个麻将馆里来玩 把人家麻将桌给弄坏了 白白赔了一招新的 心里极不爽 这次又来准备报复一下 虚构爆料的警情 警察教训他一顿 不得不说 这脑袋确实有点问题 那该行为到底违法吗 当然违法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 谎暴警情 或者扬言要实施爆炸 扰乱公共秩序的 可以出5到10日的拘留 500亿台的法管 哎呀 不得不说 学贼法律真的很重要 你们觉得呢 池宗一奥 忘了不中生年